上任至今 那么到底有哪些人呢 是特别的傲慢目中无人的呢 好我们先来看到呢 关于民调的部分 好这个是美丽岛电子报呢 9月份的一个最新民调 那先讲到赖清德的信任度 其实已经有下滑 好那同时呢要看到 行政院长卓荣泰 他的施政满意度 我们看到呢 满意的部分是39.9% 那不满意的呢 是32.5% 已经非常接近死亡交叉了 那至于内阁的部分 要看到的是卫福部长邱太元 好你看到呢 大家都记得 他日前不是有爆料吗 说从赖清德为了医院的 净零减叹的问题 打电话骂了环境部长彭启明 好那结果呢 他后来不是有道歉吗 后来昨天他们 他跟赖清德呢 首度来同台 可是全程零互动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学者 好看到呢这个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 好廖达奇 他就不对 他就是以前的这个中央大学老师廖达奇 他就讲了 他说呢秋太元呢应该不至于被马上换掉 倒是呢交通部长陈世凯 是比较危险的 好另外呢同时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这个立委张家俊呢 他讲说卓荣泰呢标榜最会沟通的内阁 但是呢似乎上行没有下效 并没有接到农业部的电话讯息 态度非常的傲慢 好就是呢这两位农业部长陈俊记 跟原民会的主委曾志勇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 好就是呢总预算案的卡关嘛 就是在于原民的进法补偿 还有提高工粮收购 都没有编足编足这个预算 那卓荣泰有下令部会首长 要积极跟立委沟通 结果呢发现说 诶陈俊记跟曾志勇呢 都没有来积极公通 而且呢好像蛮傲慢的 也大小眼 感觉对于朝野的立委呢 是态度有别的 好所以呢现在被批评 没有积极在沟通预算 好那呃这个看到高金素媒就讲说 不懂为什么曾志勇还可以去帛留 面对族人那么大的疑问 还有心情出去 真的是极度的不负责任 好那同时呢看到海基会的秘书长 罗文嘉台电董事长曾文生 被指出沟通预算最矫情 最勤劳 那还有呢看到NCC的代理主委 翁伯宗一向呢都是这个目中无人 还有述发部长黄晏南 打诈无力 这个被批评是目中无人 立委林佩强就讲说 述发部NCC打诈不力 还要编这些预算真的不合理 而且这些单位呢 这些单位首长至今都没有来沟通 好那看到吴春成讲 曾文生述发部长黄晏南 近期都曾经拜会 多半呢都是在谈预算 为有所承诺检讨这种礼貌性的拜会 其实只是虚晃一招 那同时呢好我们知道哦现在呢 这个编列的预算来讲 还有15亿呢是要来宣传嘛 媒体的宣传费用 那我们看到在过去2016到2024 就是蔡政府时期媒体标案的部分 你看到的是民事得标28亿 三例得标37亿 立委翁晓琳就讲说 怎么还好意思说党政均退出媒体呢 好看到现在总预算案卡关 那在野党不是联手退回吗 好主动态希望这个部会首长 可以积极的跟立委来沟通 好但是呢你看到有立委就爆料啦 说束发部NCC的首长最目中无人 包括打仗不力预算编列不合理 而且至今都没有去拜会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NCC跟束发部 为什么还没有来跟我们来做沟通协调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说NCC当然是因为人事案 还有欧伯松本身的争议性颇大 不管是用当初说情勒索iPhone16 如果他不当主委就不能上市 还是后面的一连串的这些发言上面 让人家觉得很错愕之外 那NCC跟束发部都有一个共同的 让民众觉得很诟病的地方 就是他们是打炸国家队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成员 但是他们却这个成效非常不张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在交通委员会 除了沟通不良之外 那针对他们的业务上面来讲 我们觉得他们成效不张 那既然成效不张 针对他们今年度的预算 我们就应该好好审查 严格审查 来勘紧我们纳税人的核报 根据立法院修订通过的NCC组织法 翁国中先生是没有资格去任NCC委员 自然也没有办法担任代理诸位 因此针对他的拜访 我们是予以拒绝 好 今年8月 将官进任续勉典礼当中 赖清德总统呢 他首度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来主持 而根据中时新闻网的报道 这场典礼之后 国防部有办了一个茶会 按照往例呢 赖清德进入会场时 现场所有的将官要起立 要敬礼喊口号以示尊崇 但是总统府有一名女性的官员 却在茶会开始前就宣布 说这个茶会性子很轻松啊 所以请将官 他们这个就坐着就好 不必站起来 于是将官就鼻鼻地坐着等待总统 结果赖清德走到会场的时候 看到他们都坐着 气得大骂说 我是三军统帅 看到我为什么不站好 而且还把手中的资料往地上甩 场面呢顿时非常的尴尬 对此呢 退役的少将立正吉 他说这就凸显说 赖清德他不懂得好这个军人礼节 并且呢完整的描述说军人正式的场合 等待长官的状况 最后他批评赖清德非常无知 其实这件事情凸显出来 赖清德对军人礼节完全的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正式场合的正式军人礼节 是由在主持的长官进入会场之前 大家本来就应该要端正的坐姿坐在那里 那个等主持长官进来 主持长官进来之后 然后到主席的位置就位之后 由会场指挥官喊起立 然后个人转身向后 向这个主持长官行举手敬礼 再向后转喊坐下 这时候会场参加的人员 在一起齐声问候长官好 这是正式场合的一个军人礼节 然后非正式场合 譬如说长官进入到办公室来视察的时候 这时候发现长官进来 由发现的人员喊起立 大家立正站好 那赖清德将正式场合当成非正式场合 这当然显得非常的丢脸 你身为一个三军统帅 要主持军人的典礼 正式的场合 而且都是将官晋升典礼 你居然进去之前 不知道军人礼节是在什么场合 做什么动作 这是凸显出来 他对军人完全的无知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更凸显的是 他这种心虚的心态 因为他可能当上总统 担心不能够驾驭三军 他身为三军统帅 所以当这个三军的将官 没有起立进入会场的时候 向他致敬 他这时候担心 因为驾驭不了这些将官 所以说在这边会场发了一顿脾气 好所以赖清德是不是有爆气 甚至还把手中的资料往地上摔呢 那国防部澄清说 部分媒体报道总统怒骂立威 这实属于是夸大谬误 不要误导视听来伤害国军士气 好赖清德最近还发出了军令 要求民进党呢 这个全员服从党团的指挥 不仅要全员全程来参与党团会议 立法院会 程序委员会 八大常设委员会都要全勤 还被这个发现说 民进党立委的出席率 只有41% 连过半都没有 对此前立委参政员他说 国民党就是来吐槽赖清德 你在党内讲话是没人理你的 台南的都没有来 赖清德指示民进党这个立院党团 要全勤 这个是在民进党中央常会讲的 他讲全勤也没有分贾级跟女级 没有啊 他说只要党团开会你们都要到 都要到对 我不晓得赖清德在当立委的时候 有没有全勤 他自己当市长的时候 他当立委的时候没有全勤 我很确定他没有全勤 然后他现在要求底下人全勤 那现在全勤被抓包了 是不是有点叫不动 然后现在吴思雅就感觉 没有没有我们乙级动员 你干脆再设个丙级动员好了 对很好笑嘛 当然轮不到国民党来管 国民党管你们干什么呢 国民党不是在管你们 在吐槽你们 在吐槽赖清德 你这讲话在党内没有人理你嘛 简单说难听 没有人鸟你嘛 对 你看嘛 尤其是台南市两个都没来 陈廷辉没来 林俊宪没来 王定宇没来 哇你们台南市都不理你了 林俊宪以及动员 不需要台南市的了 这个他们举了王世坚 王世坚本来就跟赖清德 不是同挂的 王世坚从来没有讲说 看我眼神就知道我是赖戏 没有这样讲过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